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它简直是日产的史诗级巨座 它的定位是B级车 它的预售价为16万左右 以大众的麦腾和丰田的凯美瑞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外观方面 它的近期格栅使用了倒梯形的设计 非常有心意 侧面的镀铬射条也使用了亮银色包绕的设计 这辆车颜值最大的亮点不止于此 而是线条的设计 它的线条不仅柔和 还非常完美地衔接了车子各个方面的细节问题 两侧的大灯造型犀利让车子非常有冲击感 总体的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内饰方面中控采用了嵌入式设计 非常新潮的同时使用也非常方便 内饰材质还是不错的 使用了软芯材质包裹 体验感还是很棒的 内饰的科技感和时代感都比较不错 总的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卖点 这款思维 它的颜值和动力丝毫不比CC差 而且大众CC的起售价24万 这款思维起售价只要16万 2的价格同样的品质 你会怎么选呢 这款思维的入身